一大塊帶骨牛肉 還有醃漬豬五花 豪邁的放上鐵網燒烤 再包進生菜 一口氣吃下肚 主打食材 醬料 餐具到木炭 統統來自韓國 口味也要超到地 而韓式燒肉店 一條街就有三家 就在台北101不遠處 已經有一間韓式燒肉 不過現在在它的正對面 又有一間全新開幕 再沿著調的路往下走 還有一間在趕工裝潢 主打高級牛肉 還有桌邊服務 這間餐廳則是美國CNN 評比為世界上最好吃的 韓國烤肉 連負責者聯盟劇組 都在韓國總店拍照打卡 我們的食材都是從 韓國進口帶來的 比如說紫蘇葉 紅窩也都是新鮮的 醬料也都是從韓國 本地來這邊 不約而同開在信義區 就是看準台北101的指標性 還有附近上班族的消費力 就算一條街上有三家燒肉店 也不怕沒生意 原因是因為 可以有一個舒服的 一個吃飯聚餐的環境 然後二樓也是有包廂 然後也可以跟飲食 無論是韓國代理品牌 還是跨海之音 業者看好未來燒肉版圖 可以慢慢打下日本 搶工一年90億的燒肉商機 不過強調口味絕對原汁原味 還要看民眾買不買單 記得阿公也賣萬千華特別報導 品牌